我們看這一項 這裡他說 ABCD跟VPQR 這兩個都是正方形 而且ABCD面積16 所以邊長是4,416 那VPQR面積25 所以邊長是5 好,那他現在問什麼呢? 問說裡面這個面積是多少? 裡面這個面積多少? 那這個的話 這個是Z.S 他們這個四邊型 這個是B,C,S,R 面積等於多少? 那怎麼做? 因為我們曉得,這邊長是5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是345那個三角形 這邊長是5的話,因為這直角三角形 所以這邊就等於3 5的平方減4的平方開開,那這是3 這345那個三角形 然後,這個是直角 那這也是直角 這個角跟這個角,加起來90 這個加起來90 所以這兩個角一樣 是一個相似三角形 那相似三角形的話 因為這是4嘛,所以這是1 那1的話,這是4比3 所以這也是4比3 這4比3就等於1比3 那這樣我這個面積我就知道了 這個面積就等於全部面積 4的平方 這個面積 扣掉多少呢? 扣掉這個三角形面積 3乘4 除以2 那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三角形面積 1乘以4分之3 再除以2 這樣子 那這是2 這是6 它是8分之3 所以這是6又有8分之3 就6 6加8分之3 頂多少呢? 8分之 6八四八 5一 48加3 51沒錯 所以是8分之51 所以這個頂多少? 8分之 8分之 16乘以8 6 8分之4 8 128 減5 11 7 7 7 所以8分之77 所以答案是8分之77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D 8分之1 8分之1 8分之1